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长官 许真真董事长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凤凰卫视全球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香港 来到世界因年而美丽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现场 共同点亮这个源自中华文化 属于全球华人的荣耀时刻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凤凰卫视集团 和联合发起华人盛典的 众多海内外华文媒体机构 向我们的获奖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华人盛典一路走来 聚焦影响世界的杰出华人群体 已经成为展现华人风采 凝聚华人力量的年度盛世 更是我们致敬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平台 身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面对和平与战争 发展与危惧的矛盾 我们始终不曾忘却 尊重文化的价值 激励希望的坚守 今天的获奖者们 虽然身处科技 文化 体育 公共事务等不同领域 却又同样的坚持和专注 做出了作业贡献 他们的成就不仅激励了全球华人 也让世界看到了更多希望 此刻六月的维多利亚港夜景璀璨 霓虹与海风相伴 香港会展中心的舞台 星光熠熠 辉耀湘江 我们知道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 凤凰卫视就诞生于此 今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 将华人圣典带到香港 在华人圣典 历年表彰过的一百多位 杰出华人中 就包括饶宗仪 高坤 金庸 等十多位香港杰出任务 所以我们希望 华人圣典在这里 汇合香港精神 如湘江汇入大海 成就华人精神 新的传奇篇章 也正是出于感恩 我们不仅希望凤凰 在香港发展壮大 我们更希望香港 愈加兴旺繁荣 今年四月份 凤凰卫视香港台 正式登陆香港免费电视平台 凤凰的优质内容 覆盖了香港所有传播平台 我们与香港社会的联系 更加紧密 我们希望能感受到香港的感受 表达出香港的表达 依靠凤凰卫视覆盖全球的 全媒体传播平台 为香港发展助力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香港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道不远人 人无异国 历劫华人圣殿的成功 离不开我们在全球各地 合作伙伴的支持 大家不遗余力 贡献良多 在此向各位真诚致谢 我们也要感谢在座各位嘉宾 和香港的青年学生 和凤凰一起 呈现精彩的盛典 我们期待通过盛典 通过凤凰 通过与全球华人 和国际社会的更多连接 共同为传播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交流 建一封心 为建设美好的世界 出一封力 祝愿香港更加美好 祝愿各位嘉宾 平安顺遂 更祝愿我们凤凰卫视 在全球的朋友们 万事圣役 谢谢大家